Wordpress网站如何备份 谈到备份 先要看什么时候会用到备份 一般网站备份有两个目的 第一个目的是常规备份 为了以后 以防万一 万一以后网站被黑了 被挂马了 那个时候作为网站管理员会很苦恼 所以要提前备份 而且要经常备份 等以后万一出来 除了问题及时还原 网站备份的另外一个目的 就是用于网站迁移 或者叫网站搬家 说简单点 就是网站换主机 网站所在的A主机快到期了 不打算续费了 准备买一个B主机 另外一个厂商的 这个工作叫网站搬家 学名叫网站迁移 把老空间上的网站数据 迁移到新空间上 迁移之后还要作为域名解析 把老空间的IP换成新空间的IP地址 关于Wordpress网站的备份方法 常见的有三种 和各位分享一下 先说最简单的 通常网站的主机或者服务器 它都有一个后台 比如SD setground主机 或者阿里云主机 这种虚拟主机 它都有一个后台 服务器也有 比如在服务器上 安装了一个宝塔Linux面板 这也算是服务器的管理软件 像这种虚拟主机 服务器的后台管理软件 它都支持一键备份 或者是手动备份功能 这种方式最简单 速度也比较快 比较高效 适合于不同的系统 不是Wordpress做的网站也可以 但是这种方式有一个缺点 那就是在这台主机 或者服务器上备份 然后还原到这台主机上 这个没问题 比较容易 如果更换其他厂商的主机 或者服务器 在恢复的时候不一定好用 存在兼容问题 再说第二个方法 用插件备份和恢复网站数据 比如Oin1迁移插件 在新主机和老主机上面 都安装这个插件 在老主机上执行备份操作 然后在新主机上执行还原操作 这个数据需要手动来下载和上传 具体方法 以前的课程分享过 这种用插件备份还原的方式 既适合网站搬家 又适合网站的常规备份 但是它仅限于Wordpress网站 其他系统做的网站它不支持 因为这个Oin1插件它是Wordpress插件 这个插件还有个好处 比如网站搬家要换主机 我不但要换主机 我还想换育名 这该怎么办呢 使用这个插件在还原网站的时候 它自动会替换网址 把老网址换成新网址 不用手动替换 还有一种备份方式 那就是传统的手动备份 这种方式比前两种要复杂一点 但是它的适用范围更广 它适用于不同的网站系统 不一定Wordpress 什么网站都可以 静态的都可以 它也适合各种虚拟主机和服务器 这种传统的备份和还原方法 以前也分享过 简单说一下流程 在老主机上 手动打包站点文件 手动导出买色格数据库 然后在新的主机上 手动恢复还原站点文件 和导入数据库 如果网站域名有变化 再用插件替换一下域名 这就是Wordpress网站常见的 备份和还原方法 三种方法 下面做个总结 这三种方法 我推荐大家使用第二种 用插件备份的方式 因为这种方式难度不高 稳定性不错 而且还省掉了很多麻烦 比如它不用单独备份数据库 也不用手动替换网址 但是这个免费的插件 也有一个小缺点 它有一个限制 备份数据不能超过500兆 如果备份数据超过了500兆 需要购买付费版本 不过我不建议大家购买这个付费版本 在这儿我给大家分享一个小技巧 如何备份超过500兆的站点 一般的站点的网站数据都不会超过500兆 也就一二百兆 普通的小网站 超过了500兆的网站 一般都是图片又大又多 或者是视频很多 可以尝试一下 我给各位介绍的这种方法 可以把那些大文件 比如这个网站有两GB的视频文件 那么手动打包这两GB的视频 然后在服务器上 把这些大文件转移到其他目录 是站外目录 不要在这个网站的主目录里面 这样做的目的 就是为了把网站数据控制在500兆以内 控制在500兆以内 就可以用那个OIN1插件来备份和恢复了 安全起见 不要在服务器上删除这些大文件 在新主机上用插件恢复数据之后 再把这两GB的视频手动上传上来 上传到新主机的对应目录 这样就完成了 以上是我的经验分享 希望对你有帮助 我是Archia 欢迎点赞收藏转发评论 更多Wordpress经验分享 我们下次见 感谢观看 就okus房产权